禁电室当初在一片争议中上架 外界质疑是不是真的有 蔡英文下指令 国会改革法新法上路后 拦一锁定三大案 包括禁电室 超司弹 还有国发基金案 启动调查权 低强瞄准禁电室案 成立了禁电室调查小组 兵录民责委员说明提案要执 蓝绿党团各举各的标语 民进党杯葛委员会运作 现场乱成一团 当初静周刊社长裴委 在录音档说 要让禁电室过关 是相关资料为什么不能给 里面审核记录到底合不合法 蓝绿执疑难道真有蔡政府高层撑腰 为何可以不受监督 他有很多问题 甚至他还有所谓的背信的问题 图力的问题 请问一下我们检方办了吗 胡耀福曾经呈这个蔡总统之命 直接去跟陈耀祥说 总统是很关切这件事情 难道这不要查吗 之前的调阅小组 你怎么调都调不到资料 频道这是国家的资源 透过步伐的手段 给予特定的对象 这就是包庇嘛 然后这就是变相的官商勾结 民进党狂党国会改革法 四机关还狂提示线 还有暂时处分 宪法法庭破记录 不到三天火速分案受理 还排定了7月10号要开准备庭 蓝军怒轰到底有多么 见不得光的事 才如此急着要党大家去查弊案 我们在12号会邀请赖总统来到立法院 来做报告来背询 结果没想到10号我们的宪法法庭就开庭 看起来就蓝湖的意味非常重 上一届在野党要提出示线的时候 他们想尽办法把这个案子给搁置下来 民进党疯狂阻挠在一党查弊案 禁电视案到底藏了多少脏污纳垢 在一党说要一步步把真相摊在阳光下 记者黄义俊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